最后这个没有搭到 我们一样啊 8号早上5点前 没有搭成都可以不收手续费 这是车票保留 一年之内 台铁从花莲台东往北行驶的火车 目前只能到达宜兰站 5号上午花莲火车站出现退换票人潮 我们想退现金啊 因为当初是刷卡的 然后他有表面很正确的那个答案 哪一张信用卡都可以退 他是认票 他是认票 他用别的信用卡也可以退 那这张是现金买更 用现金买更没有问题 台铁预估要到8号上午 才能恢复单线双向通车 受到影响的民众 一年内都可以凭车票办理全额退费 通车之前就是4号开始 一直到8号5点以前的乘车票 如果你未搭乘 或者是你做到罗东 然后你改搭国道客运 这个未成区间都可以全额退费 在一年内到全省的各售票 电脑售票站 办理退票 7号我办桥 没有号7 70号 铁路不通 客运成为最多人选择的交通方式 现场买只有一班次 只有五个后卫的位置 怕买不到 本来是要坐火车回家的 不过现在因为路段摊房 所以我们就改这个做客运回家 多很多 对啊 就是我们几乎每班都满 那有加开班次吗 有有有 我们都有加开班次 目前花莲国道客运 半班客满 业者也拟定加开班次 希望能尽快输运旅客北上 大家新闻李斯文刘洪志花莲报道 国际上